绿灯起步大货车闪方向灯右转 但这时右前方老妇人骑着脚踏车 实现死角被当场撞上 下半身被车轮碾压 驾驶要刹车时已经来不及 只见她勉强用双手撑起身 血流不止 其实多岁老妇人伤势严重紧急送医 但最后依然回天乏术 目击民众说老妇人经常骑着脚踏车外出 疑似当时要骑车去探望住在附近的儿子 大货车路口右转 视线死角竟成了要命危机 爱子心切老太太被货车碾过 第一时间还能说话就怕影响儿子工作 驾驶内轮差视线死角撞死老妇人 造势责任还要厘清 而彰化则有妇人 违规闯越双黄线车道 遭后方骑士撞上 当场趴握倒地 没想到法院最后判定骑士免责 因为他真的是违规 先违规 而且他有赔偿啊 违规闯越车道被撞上 受伤的妇人有错在先 骑士造逃部分已被开单 其他刑责全免 成了撞人免责的特殊案例 解中部综合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